中药千中毒风暴持续的扩大 台市新闻继续的为大家追踪报道 台中市卫生局的统计 今往医院检查总共有60人 其中有12个人确定中毒 而另外在今天又有个案爆出了 住在彰化的一家四口 他们长期的在台中北区的九副中医诊所看诊 跟这个洪信中医师呢是邻居哦 就服用了诊所洪信医师所提供的 这个一罐药价5000块钱的五宝粉 而现在四个人都牵中毒 其中女儿最严重左脚神经受损 那么走路不稳一度还需要人搀扶 而收治这一家四口治疗当中的 毒物科权威医师洪东荣就说了 他们吃的五宝粉 它的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中药罐 红色的瓶盖 透明的罐身 而患者呢不像外界所说的是服用诛砂 因为诛砂应该是拱中毒 但是他们一家四口都是牵中毒 怀疑他们根本就是吃到牵粉 除了善堂之外 胃在台中北区的九妇中医 也传出有病患吃到牵中毒 住在彰化一家四口吃中药 越吃越严重 其中女儿连路都走不稳 左脚神经受损 吃也是吃了好几年 那是最近她女儿吃了几个月之后 我发现有点不大对 九妇中医洪章洪医师开业多年 网路上评价都是五颗星 不少病患赞她神医 靠把脉就能知道全身的病痛 不过也有人不推荐 说她专医有钱人 三天药费六千元不敢领教 而彰化这家人是跟洪医师 买一罐五千元的五宝粉 就像一般中药罐 红瓶盖透明罐身 就怕也吃到问题中药 前往医院检查人数多达六十人 送宴一百六十五件中药检体 圣堂有八人 九妇则是一家四口 目前确定十二人水中千含量超标 他们到底吃了什么 就是里面除了其他中药之外 大概有一半是千 朱砂是拱 如果服用朱砂 应该是拱中毒 不会是千中毒 回头看议员张彦彤 拿出的检验报告 他们都是千含量超标 我管你是千丹 我管你是朱砂 我管你是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本来就是禁药啊 张彦彤说 他只知道自己花钱买毒 根本不知道吃了什么 也有一说 他们根本是吃了千丹 因为朱砂价格是千丹的十倍 有没有可能是中药行 一开始就给千丹 交代他们不能内服 但中医师就以为是朱砂录药 签读案越滚越大 没有厘清前 就怕整个中药医界都笼罩遗云 记者中部综合报导 这边中医师就会有关系 请不及时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